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期权报局 又是我马克он和大家分析市况 晚中期待的联储局意识结果足以速座 一如市场预期 昨天 星期四 香港时间凌晨来说 包正式开始缩减马炸计划 你可以当是有些类似收水的意味 但市场上反应非常好 美国的股市升得很厉害 不得不佩服包的口技搭救 令到市场上代于美国加息的预期 更可能减到最低 因此美国的股市就继续升 资金就继续炒美股 香港股市就继续不行 我自己来说 今集想和大家 想和大家说的事情不多 最主要想和大家说的情况就是 大家都知道联储局公布意识 这件事是触发未来一个新的趋势 一个很重要的趋势 因此一出完结果预期之后 你很明显看到资金又炒回美股 然后美股就继续升 香港不升 还有就是说 星期四 今天 星期五 昨天星期四之前来说 市场明显地在大约25,000点上下增持 为什么呢 因为市场上开始沽望联储局 结果在看一来资金流去哪一边 二来等结果出现之后 先准备大手部署做好或者做淡 所以我之前在星期一说的时候 也有说的就是说 我自己来说 就会倾向等结果出现之后 看市场向上炒还是向下炒 才正式做部署的 结果出现了 在结果之前 星期一至星期三 那个高低位大约25,622点 至24754 这个位置 其实是现在的 就是蓝色亮起的那两条线 那我自己觉得 如果市场在未来来说 向上突破这个位 或者向下突破这个位 短期来说 就有 机会爆一爆边的 我觉得 因此我密切就会留意着 25,622和24754 这个位会不会穿 但是你会看到今天的市场 其实曾经向下 假穿过24754的 那我经常说 好像星期一 我忘记还没有说 但是在报纸上有说 就是说 我如果要向下突破 星期一的低位 星期一至星期三的低位 即是说24754 那我起码要去阴足收市 对穿24754的 那今天的情况来说 它又跌穿24754 但是收市价都站在24754楼上 那因此暂时我都不当它 是一个正式的向下突破 就是说 震一震走 那些造坦的 求知者 但是 那问题 市今日来说 向下 假穿了24754之后 如果 如果 它没有正式向上 继续走的话 相反 在未来两三天之内 再向下跌穿 今天的低位 24671 这一下跌穿 我不需要阴足收市跌穿了 就这样 跌穿24671 我就当它是 跌穿一 头那二十分钟 就小心加勒波 起码是头那二十分钟之后 都 有能力是向下跌穿24671 那如果向下跌穿24671的话 我当它是真跌的 不需要等收市的 OK 不需要等收市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来说 那我觉得 市有机会向下 有一下爆爆下去的 那如果 因此 简单来说 就是说 未来几天 如果向下跌穿24671 不需要等收市的 跌穿都当跌穿的了 那我会建议大家 去做 风险有限回报无限的策略 直接做long put 但是直接做long put 那你始终现在未去 月头阶段 期券金相对性来说 比较贵的 那我觉得 就一定要设置指示 那指示位很简单 就会设置 是今天的高位 250 100 跌穿了24671 long put long put 的话 我觉得至少要long put 假外800点 OK 今个月份 11月份 假外800点 那接着用今天的高位指示 一升穿今天的高位 就立刻断 那用一个相对性来说 比较近一点的指示位 是拨一转淡沉下去 但是 但是 他没有 未来这两三天之内 跌穿24671 这个位置 暂时来说 都是倾向市 是一个叫做 反复上落的格局 反复上落的格局 就是说 有机会上升到大约25622点 先 但是如果 阳竹收市升穿25622 就正如我所说 关键重点是 蓝色的area 24754至25622 如果是阳竹收市升穿25622 那 就要小心 市 可能 就又会夹多一转 去到26500 那些位置 大家要留意一下 OK 如果是阳竹收市升穿25622 那 我又会是 建议大家 送誓了 long call 即月的 恒指期权加大约800点 那 接着又设一个 比较近一点的指示 那 你如果阳竹收市升穿25622 那指示位 exactly 就是摆在 阳竹收市升穿那支棍的低位 就算了 一跌穿那支棍的低位 就立刻 cut loss 就算了 那大致上来说 简单一点 就是 重点就是 拿 24671 跌穿24671 long call 阳竹收市升穿25622 long call 那 跟着用一个很小的指示 去送誓去拨 去拨 那市短期有机会去爆放 我暂时来说 就会谈是这样 实际来说 就 中线多一点点 就要观察多一点点 先和大家部署 但是我自己初步的感觉就是 那市就算爆 都在说是爆 可能是八百点 差不多 也好未知 会走一个非常之大的方向 注意的 香港的故事 所以先观察先 ok 那今天就最主要和大家分析 那下个星期一 提醒大家 就是我放假 那因此 11月8日 星期一 就没有节目的 我自己来说 那下次见大家 那时候就是去到12日 那时候 12日星期五 ok 多谢大家支持 再见 拜拜